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2014年开始加入东华三院 在这七年间 参与制定不同服务的 发展策略和方案 支持和出席各类型服务活动 不单对各服务加深醉认识 亦深深体会到 东华三院助人的慈善精神 庚子联系东华三院创业150周年 很荣幸可以在这个 这么有意义的时刻 接任为主席 攀首与董事局成员 全体职员以心服务香港市民 将爱心传播到社会每个角落 以达至行线走更远的管治目标 亦都一起见证东华三院 这一个重要的历程碑 愚锦衣致成 愚锦衣致成 为本院服务 尽忠职责 努力奉工 紧誓 紧誓 云阳包与为怀的慈善精神 和香港社会同理同心 共建未来 善业之路任重道远 担任主席这一年 面对不少挑战 我们一众董事局成员 心系东华 以心行线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院务工作和服务 从未停步 更止连董事局成员在上任后 马不停蹄 开完一个又一个院务会议 为的就是共谋善业发展策略 以社会福祉为本 另外 董事局亦与顾问局成员 及力阶主席保持联系 身火相传 继续弘洋东华三院的慈善精神 年度内 董事局亦先后与多个政府部门紧密联系 并与合作伙伴保持交流 加强彼此沟通 从而促进该院在医疗 教育 社会 历史文化保育 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发展 董事局成员也积极巡视院方属下 多个服务单位及参与活动 而了解各项服务及未来发展 身体力行去支持各单位同时及服务使用者 以达至行线、行更远的周年远景 2020-2021年度 香港受到2019冠状病毒病逝药 东华三院展开一系列社区援助计划 支援有需要人士 就着所有有关疫情的各项支援计划 请各位同事继续紧守岗位 快挥东华精神 和香港市民一起共渡难关 主席,我们现在都知道 疫情仍然是严峻的 确实社会上有很多市民 特别是弱势社群 仍然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各科同事一定会继续尽力 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2019冠状病毒病 在本港和全球蔓延 东华三院秉持 救急扶危的使命 分阶段推出 多项社区抗疫支援及资助计划 帮助市民解决而未知急 和大家并肩抗疫 开越难关 我们向社区内不同弱势社群 合共派发了800万个外科口罩 和大量不同种类的防疫物资 有点心意 东华三院就送给你 有些食物之外 有些口罩 口罩 有可揭发 开出东华三院 用口罩给我们用 除了防疫物资 东华三院也积极为市民提供 免费中医診治服务 我希望到东华三院的免费中医治疗 和你的悉心照顾 我病才会慢慢康复 不用担心 慢慢调理就没问题了 监狱疫情对香港各行业打击严重 东华三院为有需要的服务使用者 提供经济上的资助 令他们可以继续经营 共度时间 疫情下 除了为各校社进行全面消毒 停课期间 远方熟下学校 透过网上平台进行教学 让学生停课不停学 大家今天的体育堂开不开心? 好开心 除了小朋友的学习进度 我们都十分关注院舍老人家的情况 推出不同的网上活动 保持联系和沟通 以及 关顾熟下前线医护人员面对的困难 为了感谢员工在抗疫期间紧守崗位 远方熟向员工派发爱心滋润汤 为大家打气 病毒无情 为人间有爱 东华三院各项社区支援计划 可以顺利进行 实有赖得到各方善长 友好及伙伴的支援和捐赠 让远方快速及持续为有需要人士 解决抗疫物资短缺的问题 同时远方感谢新有年主席 女志和博士大梓京勋言太平新市 透过加华国际抗疫基金 捐款370万元作为啟动基金 设立了该院首个医用口罩无尘工厂 长远稳定东华三院及社福界的口罩供应 疫情的持组 亦令不少人失业或收入大减 东华三院推出抗疫紧急短期经济援助计划 支援弱势社群 主席我们今次的抗疫基金 最终我们都达标的 都筹到一千万的 其中一千万里面 最大单一捐款的善长 他捐了240万的我们 这位善长他很低调的 不想我们开名 不过其实他就是你做校监的 张绵天中学的一位卑士 是的 我见他每年都有一些 赞助我们不同的活动 东华做善业其实就是一个循环 我们的毕业生有成就的时候 他们都很肯回归社会 阿鸿 我今天上来是给你一个支票 这是机构的小小心意 希望帮到你们渡过难关 想都想不到 疫情迟了这么久 令我失业 多多东华三院批一笔钱给我 支持我继续走下去 东华三院也非常关注因疫情 而滞留外地又有经济困难的香港居民 所以为这批有需要的人士 提供返回香港的机票资助 社区支援方面 东华三院积极支持市民参与病毒检测 及早识别隐形传播链 该院也响应政府推行的疫苗接种计划 以有效及多元方式支援社区 与市民愧手走出疫境 疫症、限聚令、社交距离 都无助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关怀 纵然面对疫情 东华三院的善行从不停步 还促使本院更破格创新 为筹务活动注入新元素 举办一系列网上慈善活动及新游 让市民不受地域及时间限制 在线上线下共商善举 中华三院在年度内 与跨平台举办了多个线上慈善活动及项目 由网上慈善音乐会 卖其网上捐款活动 卖其日网上游戏 以及首次制作的特色WhatsApp帖图 远方亦举办滑板艺术网上展览 K慈善拍卖 与善长一起将善行延伸至网络 走得更远 传得更广 而历史悠久的欢乐本东华 亦隔身求俊 今年度的电视筹款晚会 在BigBigChannel网上同步直播 更透过BigBigShop网上平台进行二卖 让善长可从不同媒介捐款 集役成求 除了欢乐满东华 东华三院不受疫情阻碍 团队上下齐心继续以善同行 举办各式各样的慈善酬款活动 同何东华三院百五阻碍 亦致力汇聚各界友好市民的善心和力量 为医疗 教育 社会 历史文化保育及公共服务等方面 筹务托展经费 以持续为有需要的市民 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亦是这个艰难时刻 发挥香港人守望相助的獅子山精神 让有需要的人士得到协助 同舟共济 感受到社会的关怀 传承东华三院这150年来的慈善精神 东华三院一直以无私的慈善精神服务香港 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在150周年院庆年度内 东华三院以艺术为沟通回介 举办多个以艺术为主题的活动及项目 同时邀请其属下服务使用者 参与艺术创作 发挥艺术潜能 《易火柏》年轻艺术家Vivian Ho 设计了一系列特色的软性宣传品 让市民大众不分年龄 种族、性别 都可以通过艺术这个共同语言 一同投入各项致庆活动 拉近彼此的距离 除了加入艺术元素外 阮方亦举办了一系列多元化软性活动 希望可以和香港市民 社会各界共同见识这个别具意义的时刻 软性活动涵开医疗 教育 社会 历史文化保育及公共服务 将洞华三院百五岁的慈善文化 全让到社区不同的角落 阮方年度内也继续推展各项服务 仍难而想从未停步 在医疗服务方面 改院有新的专科医疗中心启用 致力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由于疫情关系 今年度内举办的学校校庆典礼 除得到嘉宾来临现场主礼 为让在家的学生及家长也能踊跃参与 典礼均以先上先下模式进行 让大家一起见证这些重要时刻 必具意义 另外今年度也是东华学院创校十周年 并得到东华三院庚子年董事谷捐助 为校舍添置教学仪器 支持学院悉心培训下一代 东华三院期间也举办了多个联校教育相关的活动及广座 以团结及装备教育服务团队 也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 此外 该院透过举办不同的比赛 让同学纵使在疫情期间 亦可互相切磋交流 阔阔视野 东华三院亦支力提供优质的学习环境 年度内有多间新校落成啟用 亦添配新教学设备 为学生提供更加的教育服务 为在学生追寻梦想 东华三院年度内亦攀发了多项奖学金 帮助有需要的学生 积极推动全印教育的办学宗旨 培育学生成才 将来回馈社会 在社会服务发展方面 东华三院亦都稳步向前 建守以服务使用者为本的使命 例如为长者提供优质的安老服务 让其安享晚年 而青年人方面 东华三院亦资力为他们提供支援及配套 助其追寻梦想 发挥潜能 履行安老服务 扶忧道清的使命 住屋是不少香港人关注的问题 东华三院成功成头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核下首个组合社会房屋项目 并获委任为营运机构 我早前分别联同行政长官和董事局成员 偷倒后两万两公婆都睡不着 感觉到这件事非常好运 为了配合湾仔区长远发展 以符合市场需要 东华三院在2020年 开展了重建东华大厦及东新商业中心计划 为造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东华三院也一直肩负历史文化保育的责任 远方过去一年 邀请了不同的学者及专家 举办了不同的专题讲座 并出版书籍 让市民可以更加了解 东华三院以至本港的历史文化 东华三院近年也着力将传统文化与文创生活元素结合 保持2020-2021年度开办的文武别院 创活MM Square文创咖啡店 及油麻地书院 有助吸引年青一代认识和参与历史文化传承 亦增添广大市民对传统文化活动的兴趣 让中国文化传承不息 与时并进之余 远方亦不忘守护传统价值 并自力保育多行期管理的古迹及历史建筑物 谨记先言教诲 2020-2021年度 东华三院就举办了多个 与传统文化及祭祀有关的活动 自力传承历史文化及传统 员工是东华三院的重要资源 支持我们服务市民至今150年 为了关顾员工的健康和安全 在疫情期间 我们推出弹性的工作时间 更加举办员工加许礼 和齐心抗疫加许计划 表扬一众结出的员工和团队 为多谢一群不慈劳苦 默默耕耘的专业团队 我们筹办了不同的员工活动 希望同事在繁忙的工作中 暂时停下来,轻松一下 并鼓励同事积极实践 生活与工作平衡 同时,亦在疫情下为他们打气加油 感谢他们一直紧守岗位 保持一贯专业精神 继续为各阶层市民提供服务 另外,我们亦安排各类型员工运动比赛 除了让同事在繁忙的工作中可以减减压 亦都增进同时间的感情 培养东华团队精神 我们知道,东华三远的善业是如何可以在困难的时候 继续发光发亮,帮更多的人 而且是帮真真正正正有需要的人 我亦都很开心 我有一帮很好的董事局成员 大家亦都很自同道合 很正面地面对去做这个善事 这也是我觉得很高兴的事 我经常都跟朋友说 因为东华的团队是很厉害 机动性很高 亦都是很efficient 很灵活 很细心 执行能力是极高的 所以在东华来说 只有你想不到的事 而没有你做不到的事 在这里,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 去多谢大家 更止年既是东华三远不平凡的一年 亦是充满爱和欢笑的150周年 希望各位善长 特区政府 企业伙伴 服务使用者及各方好友等 继续支持该远 让这105年善业继续得以传承 继往开来 东华三远在各位前言 董事局成员及东华团队的支持和信任下 定会坚守世代传承的慈善精神 继续跟每一代香港人同行成长 大家心连心 攜手达志 幸先 走更远 让善恒走得更远 传得更广